《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 七点都未够 做第四节了 我们六点四分开 现在是六点五十五分 五十一分钟我们可以做了三节节目 这些速度就适合这些披星 记得留意明天我们有特别嘉宾 大家而且还会送一些价值相当不菲的礼物给大家 希望大家到时真的留意我们这个特别嘉宾的降临 也会介绍一下他即将举行的画展 好 这一节本来我想播一条片 后来我决定不播了 因为也没什么好看 有人分享了香港和深圳联谊现场的爱情故事 一条片十几秒而已 我一看那里我就觉得网友观察力都很强 因为我不觉得那些联谊会的现场里面那些男人 是不是绝对没有 我不敢说 但是不多香港人 香港人不是那些这样的发型 新香港人 是的 新香港人或者甚至乎不是香港人 唐水军唐原本打 唐女自己 唐女自己 借些义 诶 说真的 我跟大家说 大陆也好 不要说这些联谊 就算已婚的换妻 那天我讲过的话题 然后我的粉丝给了我 即是很流行到 你屌你老母系 我确实觉得屌你老母差不多 一幢屌你老母 政府楼 一百个单位里面 屌可能有六十个单位都有玩过换妻 即是那些换妻给你 是的 它讲到那么方便 那集監派对不就更多 是的 屌你老母 那换妻就集交的 一定 连在一起 屌你老母系 难道屌你老母系 两个人约她老婆出来 然后屌你老母系 吃完大家落 接着你说A拖住B的老婆 B拖住A的老婆 原来她爆房吗 那时我认识别人 是继续这些会 继续这些会 继续这些会 一定是 那些拿照 看看你可不可以 一定是 那么通常 譬如你说 有得十二男 十二女 是吧 最初我蒙着面 后来大家要谈谈谈开心 喝点酒 她是大库佬 她去看小店 通常就找一间套房 在酒店 是的 那些大套房 或者如果有实力点 一些会所有私人的 就是自己租给自己 什么都好 屌你老母系 在四房一厅 说在四房一厅 有些人就拉入房 但是玩一玩一玩一 就屌大姑佬 小店经那样 屌你老母系 一条女孩就屌你 含着一条男孩 两个手就打 然后前后夾 三文治 屌你老母系 旁边有些人打击飞机 屌你老母系 有些看小店经那样 屌屌屌屌 屌屌屌屌被另一只女孩含下 그리고子女孩 又被另一个吐 即是是 他就是 是的 那些是大骷髅 都是想要多 屌你老母系 看你實有戒事,跟他商量一下,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想過甚麼? 都是沒事的,你說吧,你不能做生氣的,甚麼事? 你是不是出去滾?是否壞事? 不是的,我現在想給你一個機會溝兒子,你要這樣說 即是怎樣?不如我們來玩清清Partner,丟你吧 其實是這樣的,我老朋友阿炳,誰阿炳? 上次上來有紋身那個阿炳燒炳? 他說見你小小的,波大大,很想搶你,我見他老婆,阿大波連, 他對波和你那種大法又不一樣,很想搶他,其實你知我是很喜歡你, 始終我和你一齊這麼多年都沒有變過,只不過是現在人是男人的東西,難道你沒有發孝嗎? 大家一起開心一下,你仍然是我老婆,我仍然是你老公,然後你就這樣搶他 其實很多女人都很喜歡的,很多女人都很喜歡的,真的 他初時可能會挖你一巴掌,扭街,屌你老母,你當是甚麼? 但是你說一下,你說一下,你說一下,你老婆算了,你不喜歡就算了, 不過我們都四十幾歲,四十幾五十歲,正所謂好一輩子,不要說大半輩子, 我打算,沒有理由我自己開心,想你也有機會開開心心,你既然不喜歡, 那我跟阿炳說,不忍制了,好嗎? 然後你還說,好嗎? 那你來,好嗎?那你來,好嗎? 各位網友,你說你有玩過換妻的打一來? 好! 沒有玩過換妻的打二,我覺得都多的,都多的, 不是,他說一棟屋,他講得很厲害,我又不行的, 如果我去玩這些,我就叫粥雞,帶他去換別人的妻, 好嗎?那兩輩子,你不要裝模作樣,但是有, 不是嗎?都有的,會詐騙當然, 可能有些人打三,都有的,有的, 有的,是有的,都說到,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沒有的, 沒有老婆就不能說, 好了,不是我所說的, 不過,我便去宵別人的老婆, 好,這件事就要說, 9月8日,有一個話題, 成為微博熱議話題排榜首, 日本遊客在原明園拍照被網紅制止, 網傳的影片顯示拍賣片, 9月7日,有一個中年男人帶著兩個日本遊客, 一男一女,年輕男女來的, 在原明園遊玩, 原明園是有買票的,據我所知, 就是樹堤公園, 那些男子, 和兩個日本遊客拍照的時候, 很客氣地, 向旁邊一個年輕男人說, 麻煩你走過一點點, 可能免得拍到他, 怎知那個很年輕男人, 這個原來就是所謂的網紅, 就說, 你和日本人拍照, 要我去, 而個個隔離一點點, 那男人就說, 於是這個所謂的網紅可以指責對方, 中年男人就說, 你讓一讓我方圓拍照, 和甚麼人, 甚麼國家沒有關係, 不讓就算了, 那很客氣, 怎知這個所謂的網紅情緒激動, 出口, 就成口出口, 又說, 身為中國人, 就是我可以讓甚麼人都可以, 我就不能夠讓日本人, 這麼勉強啊, 他要拿著電台呢, 混蛋, 中年男人, 免得跟他, 就帶著兩個日本遊客離開, 那個網紅就跟著他們, 然後那個所謂的網紅, 還在後面不斷說一些粗話, 包括一些日本出口, 當然, 講來講來講去北加州羅, 然後日本的男遊客, 於是乎拿起手機, 日本的男遊客, 真是年輕的, 就說, 我會叫公安, 那個網紅說, 你老母, 日本人在中國報警, 情緒激動, 繼續指責這個日本年輕男遊客, 和那個中年男子, 好了, 在這個時候, 那兩個日本遊客, 就走到一邊, 開始拍他們了, 當然了, 我拍下了, 我怎知道你會不會動手動腳, 好了, 網紅, 就用鄙舌口問我, 蛤, 還在中國地方拍我? 好, 期間, 期間, 那個中年男人, 用膊頭, 將那個日本男遊客撞開, 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不是那個中年男人撞開日本遊客, 大家, 我用錯了, 他這裡寫得不好, 是他們那個男女遊客, 他拍著那個, 所謂那個, 網紅, 那個網紅, 那個網紅開始發瘋, 日本人在中國地方拍我, 於是那個中年男子, 大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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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意思是這樣, 好, 最後, 那個中年男人就說, 你再跟著我們, 不如這樣去管理處, 好嗎, 鏡頭一轉, 保安出現了, 他說, 什麼事, 什麼事, 為什麼要讓地方給那些小鬼, 中年男人解釋, 這兩個不是小鬼, 他們是日本公司, 在這裡做事, 我帶他們來余明院玩, 他們是不讓進的, 怎樣知道, 保安說, 行了, 明白了, 不讓就是不讓進, 中年男人就說, 這個是你的管理處的意見, 還是你的意見, 是呀, 不保安來的, 保安說, 沒有呀, 由去年開始, 總而言之, 日本團就不能夠進來, 中年男人就反駁了, 大家都是買票進來, 既然買了票進來, 管理處給入, 你代表管理處的意見嗎, 那個保安說, 不代表, 但是你一定要尊重我們, 中年男人說, 我哪裏不尊重你們呀, 那個保安說, 你不震撼日本小鬼子, 就是不尊重我們, 就是這麼簡單, 哇, 真是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打電腦台, 那個網紅呢, 就在旁邊, 當然在那裏打氣, 即是講來講去, 簡單來講, 中國男人, 帶著兩個日本遊客, 去圓明園那裏玩, 有個網紅在那裏搞, 搞震, 擦流量擦存在感, 好了, 於是乎, 那個中年男子說, 哇, 這樣搞法不好搞了, 找security來, 怎樣security, 反而又是中那些民族主義動, 就仍然是, 站在那個網紅那裏, 接著我們看回微博那裏, 這個熱議話題, 下面的內容呢, 其實呢, 我沒有數, 大約七三, 七三是站在正義一邊, 即是我們這邊, 我認為, 竟然有三常人認為他做得對, 那些人是否真的覺得他做得對, 還是特地挽救他, 這些人就繼續做, 這些打著愛國旗號, 沒有東西找東西搞的風氣, 究竟何時開始, 老實說, 又說什麼, 什麼酒店, 國旗, 其實這些, 我們一時之間很難會去講到哪裏, 但是當你的政權殺有戒事, 將事情提升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上有號主, 下面就慎見, 就像這些這樣說, 就是因為日本人, 如果是這樣, 為何你賣票給他呢, 為何日本人可以拿Visa, 說不用簽證, 不用簽證可以去到中國呢, 不要說柳威, 釣魚台這麼惡仇犯, 就打夠他, 殺夠他, 這麼厲害, 足球優勝, 贏日本隊, 你有沒有這麼厲害, 你不要吃日本魚生, 又說福島, 又說, 日本鬼子太壞了, 倒污水下去, 然後罵到自己中國的漁民, 罵到自己中國的漁民, 罵到別人來海洞, 拿些藥回來, 然後說是中國產魚, 真是醜到不懂得說, 罵到你了, 好嗎? 簡直是罵到那個不要面子到極的民族, 你真是不懂就說, 你又知道的, 好了, 然後一開八八叛, 一開這麼意外, 一開不知什麼的店, 排了一天罵, 排了幾里長, 罵到現在發生什麼事呀? 對呀, 即是納衣衣服對你不懂得說的, 壽司狼是一排成幾個小時, 對呀,壽司狼是六個小時, 罵到你了好嗎? 即是說真的, 這個最好笑, 這個, 這個, 罵到你了好嗎? 網紅, 接著《環球人物》, 《環球人物》是什麼? 是一本雜誌, 是誰出的? 《環球時報》, 我覺得是否應該算榜媒? 就報道了, 嘩, 這個網紅, 這個網名是來自日曼的, 叫做《亞人》, 來自日曼, 而且是上個新聞的強姦犯, 結果, 回國後, 打絕愛國旗號, 現在變成網紅, 這個是《環球人物》社, 好了, 而他在短片平台上有32萬粉絲, 事件發生後, 在一片質疑聲中, 亞人就將他帳號裡面幾百部影片全部刪除, 因為那些是日本動漫, 嘩, 嘩, 抽水抽著火水, 嘩, 這次大家上網去找他再上, 因為講完你上去, 還染了那些白毛, 那些日本動漫的樣子, 嘩, 嘩, 你認識中國人, 嘩, 嘩, 什麼日本人在, 嘩, 你叫我中國人在中國地方讓日本人, 就事不給讓, 嘩, 你有沒有, 拍張照的, 什麼事啊, 好了, 全球最多老公出軌的國家排名榜, 其實我不太相信, 這個是杜雷斯, 知名的保險套品牌, 就是針對全球進行的出軌調查, 結果顯示最喜歡出軌的國家, 竟然是泰國, 我真是不相信, 西方出軌是泰國, 對不對, 平時都可以隨便玩的, 這個呢, 泰國男性出軌比例高達56%, 在全球排名第一, 如果泰國男性出軌比例要達到56%, 一二全球排名第一, 我根本上是否定這個調查的, 因為我認為, 最保守的國家, 都不止, 出軌百分之五, 一百個男人入面, 我說不要講一百個, 我想, 九十個怎會有吧, 你有沒有朋友出軌的, 跌了分, 你懂不懂, 想緊, 那你出軌的56%, 怎可能是實鑑排名第一呢, 可以完全否定, 根據雷斯過去進行的出軌率調查, 泰國是56%居管, 再來就是丹麥, 德國, 意大利和法國, 法國都是排第五, 那大陸呢? 沒有什麼好講的, 日本、韓國、 中國分別排名, 日本是13, 韓國是20, 中國是28, 這麼低中國不新, 你老母, 我不肯講, 本來我還想講一些細節, 但我實在是完全否定, 各位網友, 沒有女朋友就不要講一下, 或者過去了, 有老婆, 有女朋友的時間, 有老婆, 有女朋友的時間, 沒有女朋友那時候那些不算, 或者離婚, 沒有結婚, 沒有女朋友那些不算, 有老婆, 有女朋友的時間, 二友去溝個女兒, 或者叫個雞, 大家一次, 沒有就大家二次, 我覺得我們這個就是很公道, 我覺得也會有二的, 原來網友說叫雞就不算出軌, 叫雞就不算出軌, 叫雞就不算出軌, 即是有感情的那些, 都有二的, 有的, 但多數都是一的, 是嗎? 有二的, 有的, 我的意思是, 有老婆, 有女朋友的階段, 這樣說, 這個是這樣, 但我都認為, 不應該的, 如果有老婆和女朋友, 應該失心養性, 一天未玩, 就不要結婚, 結婚就應該從一二中, 這個是我對大家的忠告, 好, 謝謝,